陳真無力臥床 表情痛苦 看得出身體很不舒服 他是前立委唐碧兒 十一號晚間波文 表示自己人在急診室 因為上個月打完AZ疫苗第二劑之後 毛病越來越多喔 第二組人說人也不吃了 差不多都傻傻 新台都說我做X光啊 這個心電爐都正常 打完疫苗身體不舒服狀況 一天比一天多 從十一月十五號到現在 短短一個月 糖碧兒瘦了七公斤 還進醫院打了六七次點滴 身體虛弱走路都要拿著拐杖 至今還查不出原因 可能會建議他要到醫院去評估 是不是不單純是 疫苗本身的副作用 超過一個月以上的比較罕見 而且同時有出現體重減輕 這並不是AZ疫苗常見的副作用 本局在十一月五號 以協助申請要害救濟 並於十一月十號 將相關資料 含給中央相關單位 以進行後續認定 是不是真的因為接種疫苗 造成副作用 還要進一步釐清 歡迎新聞成員會 劉沛庭台南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周三 周六 晚間九點 我在環宇全世界 2.0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崭新的國情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 2.0全新出發 2.0全新出發 感谢观看